一般习惯是加了之后 避免掉里面有空置传 就里面假设user完全没输入任何东西的话 也不会有bug 所以这地方的话是一个小技巧 加的话呢 你按计算 如果user里面没填资料 不会跳开 如果你没加的话会跳开 OK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把这个user填的资料呢 传给这个height 然后把这个也传过 这个体重也是一样 比如80公斤 传过来 所以这里面的话 就可以透过这一个 get test 把这个值丢到这边来 把这个值丢到这边来 那就存在这两个值 存完之后 接下来就变成性别 那我怎么判断性别到底 是男生还是女生 那我必须用 这里的话 我用一个stream好了 用一个stream 然后呢 stream的变数名称就是sex 预设值给它空置传 那我用判断什么 如果radio rb1 点 is checked is checked 这个属性我讲 昨天有用到 is checked 那个打勾 那个跟radio button check button check box 其实是一样的属性 如果rb1 其实我就只有判断 这一个男生 如果他有点下去 那表示是男生 如果他没点下去 那一定就女生 因为二选一嘛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 如果这个rb1 checked 然后呢 我就把sex 这一个 里面放一个m 反制的话 就是一个f 就是去判断说 是男生或女生 那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就取得三个资料 身高 体重 性别 可是我取得之后 那我要怎么丢到下一个页面 另外一个页面可以接收得到 这里的话就必须要利用bundle bundle下面这个地方 bundle一直到这里 可是bundle 它不能够独立使用 必须透过intent 那intent它的作用是什么 我可以从这一个activity 切到下一个activity 那怎么样切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惯用法 首先的话 我必须要宣告一个intent的物件 物件名称呢 叫做intent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宣告完之后的话 它这个地方intent 可能会是一个虚线毛毛虫在底下 主要就是上面你要check一下 看看有没有input进来 预设应该是 如果没有input的话 你特别注意要把input进来 bundle也是一样 ok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宣告一个intent 那怎么切换 特别注意 利用它有个方法 叫做setclass 那setclass呢 里面就是我要从哪一个 跳到哪一个 从哪一个跳到哪一个 那特别注意它有个惯用法 我本身的 本身的是现在是哪一个 gd001有没有 我们现在class名称叫什么 就是上面 有没有看到 class名称叫gd001 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加个点this 点this的话就是thisclass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equival